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调查 2016年可投资资产过千万的有钱人达到了158万人 他们的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00万人民币 共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为49万亿人民币 而2016年我国的GDP为74万亿 那这些有钱人都是哪儿的人呢 第一梯队是北上广江浙 高进制人群都超10万人 第二梯队是四川 湖北 山东和福建 人数在5到10万之间 不过全国一半以上的有钱人以及总资产 都集中在第一梯队 那这些有钱人都是做什么的呢 调查指出 这些人主要是创一代 富二代 金领 以及社会名流等 从他们的资产分布看 在金字塔最顶层的还是创一代和富二代们 那这些土豪都会把钱投资到什么地方呢 继续关注人生资本论 高进制人群的下一单吧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